这是我见过和拍过 最最最猛的车 没有之一 车重就是三吨 0到每小时100公里 驾驶时间可以做到4.2秒 这个数据在超跑界 也是一个相当炸裂的存在 下面说的这两个功能 你绝对没见过 来来 大家看看 这个长得像盾牌 又像甲咒一样的logo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汽车品牌吗 那看看这个车 各位心中有没有答案了呢 那其实呢 这个车型呢 是东风汽车推出的一个全新品牌 猛士科技的首款车型 猛士M2Rain概念车 虽然它叫做概念车 但是它的量产程度的非常高 而且呢 它的量产版车型呢 猛士917呢 已经在工信部公告了 马上就要上市了 那这款车型呢 也是这个品牌 从军车走向民运用之后呢 我们普通大众都能买到的一款车型 那我们今天就来先看看 这个概念车解解禅吧 相信大家呢 已经感受到这款车 强大的一个气场和压迫感呢 我的身高呢 是1米75 站在它的面前 都显得特别的小鸟依人 那大家想象一下 开这样一款车上街呢 就不是高不高调的问题了 而是路过的行人也好 行车也好 都向它行注目里 这个气场绝对是不同反响 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 这款车的设计 那这款车呢 继承了军车那种 硬汉硬朗的气质 而车头的部分呢 又从东方醒尸当中提起了一定的元素 比如说前面的这个中网 像不像开着口的狮子 那左右的大灯呢 既是狮子的两个眼睛 而十字交叉的这个设计呢 又是这种十字标靶的感觉 有一种不目自卫的一种气质 前包围呢 也非常的夸张和霸气 整个给人的感觉呢 就是那种散发着浓浓的 雄性荷尔蒙的感觉 来到这个侧面 可以看到这个车的车轮 也是特别的高大 都快到了那个大腿的位置了 然后这个轮煤和轮胎之间呢 有特别的宽敞 据说呢这款车型 它搭载了一个空气悬架 那高低呢 上下呢 最高的幅度呢 可以调到150毫米 那它最高离地间隙呢 可以达到300毫米 那300毫米是什么概念 就是两个150毫升的水平 落在一起 这么高的这个离地间隙 让这个车呢 经过一些烂路啊 或者是隐蔽道路呢 也不至于拖底 那这么高的车 上下方不方便呢 虽然这款车 它现在是概念车 还不能进到车内 但是呢 有一个小小的玄机 我发现了 就是在这个位置 它这个位置呢 其实是一个脚踏 可以向外伸缩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上下车呢 就不至于那么狼狈了 而且它还设计了 一个类似这种卡扣的设计 就特别的硬派越野 尾部造型呢 最大的亮点 就是它的尾灯 实色的造型呢 和车头呢 相互呼应 而且它还有一个 非常霸气的名字 叫做剑指仓雄 你听听 这个名字 简直是特别的夸张 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个小书包 给这个整车的氛围呢 增加了不少的分 那这款车型 我感觉呢 开出去是满满的 这种安全感 作为一个硬快的越野车 光样子猛还不够啊 它还得看它的硬核实力 那在这个方面呢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 它满满都是科技与狠活 那它诞生于 某式的越野滑板平台 然后有SUV 有电动皮卡 而且呢 还有纯电动和增程 两种动力形式 像这款车型呢 它就有纯电动版 和增程版 两个版本 那纯电动版的车型呢 在前后之后呢 各搭载两台电机 那四电机的系统 最大功率 可以达到800千瓦 那将近1000匹的这个马力 最大扭矩呢 可以达到1400牛米 这个数据呢 在超跑界呢 也是一个相当炸裂的存在 那它的0到每小时 100公里加速时间 可以做到4.2秒 这么大的一个车 它光车重就是三吨啊 它整个的加速时间 可以做到4.2秒 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 那除此之外呢 这款车型 还搭载了150度的这个电池包 那续航里程呢 可以做到500公里 布了两层的这个电池的模组 因为它这个车高是足够的高 所以它这个电池包呢 也做的是比较的厚的 刚才说的这些啊 都是冰山一角 除此之外呢 这款车型还搭载了一个 后轮转向的技术 那后轮呢 最大角度可以转动 11.7度 最小的转弯半径呢 可以做到5.1米 那当前轮和后轮呢 同一个方向转动的时候呢 这款车型还可以横着开 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卸行模式 除此之外呢 这款车型呢 还有多种的越野模式 带了三把的差速锁 可以爬雪山 过草地 然后过这些泥塘 完全都不是任何的问题啊 而且呢 爬坡洞呢 还可以做到百分之百 刚才说的这些功能呢 你可能在很多的硬牌域 车上都见过 比如说之前发布的 比亚迪仰望U8 但是下面说的这两个功能 你绝对没见过 这款车型 它搭载了东方智慧 鹰眼的无人机系统 那我们开车出去的时候呢 我们去探路 而且呢无人机还可以和我们 形成一个半飞的关系 保证我们周围的安全 那到了驻地之后呢 这款车型还有一个安防系统 监控我们周围 8000平方米的这个安全 一旦发生异动呢 就可以向我们的手机 或者车机型报警 而除此之外 这款车还可以对外放电啊 我们出去露营啊 穿越啊 就不用带这个发电机了 我觉得还是非常实用的 讲真的 这是我见过和拍过呢 最最最猛的车 没有之一啊 所以呢 我也是非常非常期待它的上市 那说了这么多呢 我觉得这款车呢 售价应该不便宜 据我的小道消息啊 这款车应该是在70万左右 那大家觉得这个车的价格是高了 还是低了 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互动一波 那好了 以上呢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再次男人家做成和食物 一样的东西 发生